等了快三年 安置中心的居民 终于等到期待已久的 高士佛永久屋钥匙 在民间池上团体的协助下 高士佛永久屋第二期 也终于完工 共有16户居民 即将入住永久屋 终于盖好了 很安心的 就可以住在里面 很开心 过得比较好 比较不会害怕的 爸爸封灾后 将近居住在安置中心 不到两平的高士部落族人 终于等到了新家都很高兴 但是原本规划 供22户入住 符合资格的却只有16户 资格上的问题 是每一个部落都一样 总是有一些 他的身份 早已经离开部落 那么现在听到有永久屋 又要搬回来了 那这个东西 可能要涉及到一个 很多公平正义上的问题 还有六户的居民 正在等待资格审查的结果 但是县府也表示 一切都是按照入住资格规定 在第二期完工后 高士安置中心的居民 不用再害怕风雨的侵袭 终于有个可以安心居住的空间 记者RI哥瑟 评论牡丹采访报道